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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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常讲段无修善 但是修没有设字好 设包括一切善法 此事踏实一股 这叫真利益 今世的利益 来世还的利益 世出事一股 世间利益 出世间利益 通通都得到啊 富得智慧也固 上四对 都是先是义 后是利益 这个把这个义根利 都跟我们说清楚了 那么现在 我们如何来学习这首诵 前面的我们要记住 要有真诚 恭敬求法的意愿 啊 学习的意愿 啊 那么至于 说法这一段事情呢 我们要不要做呢 要做 啊 我还没有成就 我怎么能说法呢 对的 没有成就是做学生 学生上讲台说法给老四天 这样就对了 不要以老四自语啊 我们初学出来说法了 我是学生啊 我是来求教的 希望大众 给我批评指教 这个态度啊 就正确了 中国圣人长讲啊 满朝省呢 千言受益 啊 你不能狂妄自大 我是法司 我在你弘法利森 这个 太傲慢了 啊 古时候 受法利森 有标准 大乘法里面 要民心建议 小乘法里面 要正苦 啊 换句话说 最低的限度啊 大乘法了 出行为的复杀 小乘法呢 出国许托法 啊 还是做学生的态度 啊 不敢 啊 一丝老师自觉 不敢啊 啊 到什么时候才是老师呢 小乘四国罗汉 啊 四国无学了 啊 他可以能担得起老师 啊 大乘法里 语言叫粗诸 破一篇无名 这一份法式 嗯 天人死 那在这个以前 都是在学习啊 学习在讲台上 这是我们常讲 教学相长 好 啊 我们过去 在台中 啊 李老师 开班 教训 啊 他开了两个班 先开啊 讲演班 啊 叫学生呢 学上台 学讲演 啊 这个班 我 没有能 参加 啊 是在 在我到台中 以前 啊 先开这个班 我到台中去的时候啊 这个班已经结束了 啊 结束了 又开了一个新的班 就进一步了 交奖金 所以我是正好碰到 哎 交奖金的这个班 就是 经学班 啊 那么老师 这个经学班的学生啊 啊 以后我明了了 经学班 学生从哪来的 是从以前 学讲演那个班里面 挑选出来的 挑了二十几个学生 挑选出来的 都有讲台经验啊 都有讲台经验啊 啊 都上过台讲过演的啊 啊 那么老师对他们上台讲演 总觉得很满意 可以讲解 啊 所以 呃 那个班结束之后 就继续啊 办这个 奖金班 啊 那么我也很幸运呢 就 遇到了这个 奖金班 啊 遇到这个班 当时 我就跟老师讲啊 我们这是粗学啊 那怎么可以上台讲经啊 这我到台中来啊 目的是听你老人家讲经啊 跟你说一点 我没有发心上台讲经啊 那讲经这是难事 这不是容易事情啊 啊 老师听到时候点点头 哎 你跟我去看看 啊 今天我上课 你跟我去看看 那好了 就跟着去看吧 那结果到了班上去 一坐在那里一看呢 哎 这个事情不难呢 啊 啊 看下了阔之后 我就跟老师说 行 我我我可以去啊 啊 因为我看班上这些同学很多 不如我的 啊 我也有讲台经验 啊 我以前在学校念书就喜欢上讲台 啊 啊 所以 我这样就参加了 啊 参加的时候 这老师是 啊 常常叮咛咛咛咛咛啊 啊 绝对不可以以发思自觉 啊 一顺学生 他叫我们永远记住一个态度 啊 在台上是学生 在台下的是老师 是建学 啊 啊 我上台来呢 是把我所学习的做报告啊 啊 向老师报告 向建学报告 这个心态对了 诚诚恳恳 接受大家的批评 你才会有进步 如果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别人说了你你就不高兴 你永远不会有进步 啊 为什么呢 你的确定人家再也不会告诉你了 啊 你怎么能改进 你怎么会有进步 啊 所以讲台是磨点人的 教学香港啊 啊 而且 人都有毛病 都有习气 啊 毛病习气是什么 懈怠懒散 啊 啊 我也有啊 比别人稍微亲一点 让我喜欢读书 啊 但是砸了 不断了 不斤了 不斤了 啊 不斤了 你不要再做了 我愿意 你不过 你不再做了 你不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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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你不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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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台去讲经 听众有几百人 你没法子骗人 这么多老师在底下的时候 你怎么骗得了他 一定要非常认真 要谨慎 逼着你非应公不可 初学讲经的时候 很难了 那一关必定要脱 脱破之后就顺利了 我自己讲经的经验 初出来讲经 讲一个小时 要准备四十个小时 换一句话说 一个星期只能讲一次 两次我还能够讲 但是太紧张了 所以一个星期一次 那么在那个时候 时间的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一次 半年之后啊 这个慢慢就熟了 这家庭就熟了 我准备第一次的时候 十几个小时就够了 粗糟糕的时候 四十个小时 慢慢就到十几个小时 讲到一年之后啊 差不多 讲一次 我用两三个小时准备 就够了 一年办下了之后 我很轻松了 我准备一天 可以讲三天 但是每天讲的时候 可以讲三次了 我的时间也就加长了 最初一个星期讲一次 一个星期间讲两次 讲三次 讲四次 到最后是一个星期 讲七八次 七八次怎么讲呢 一天讲两次 上午下午 准备轻松了 我准备一天 就可以讲一个星期 越讲越熟嘛 最困难的时候 第一年 第一年那个苦头 你要不吃 后头哪有这么轻松愉快啊 很认真啊 把第一年突破 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多少人讲进的失败 头一年这个关口不能突破 灰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这个发言 讲进的时候听众越来越少 自己感觉到不好意思 这样的推行 大有人在啊 我也遇到啊 但是我有一个长处 脸皮厚啊 不在乎啊 有没有人听没有关系啊 只要我上台讲啊 一个两个也好啊 不在乎 为什么 练习嘛 我通通把它当作练习 所以1977年 我第一次到香港 啊 那个时候是 圣怀发死 谢道连居士 他们两个人 邀请 啊 邀请我到 香港来讲任言尽 我也很欢喜 因为我任言尽的时候 我刚好一遍讲圆满 那现在讲第二遍呢 很轻松啊 那对我没有困难呢 在这边是一天 一个星期啊 讲六次 讲六天 休息一天 连续讲四个月 四个月 好像今 只讲了一半吧 没讲完 我们签证的日期到了 只给我 进来只给我四个月 那么 借 常怀发死的图书馆 就是借县街 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 借那个地方 前面两个月 是在这边 后两个月呢 就搬到香港 南唐道 光明讲堂 授业老和尚的 道场 在他那里 讲了两个月 来的时候 头一天 常怀发死 到机场 接我 第一次见面 以前没见过面 晚上吃晚饭 他就告诉我 这就是惊恐发死啊 你 我们香港人对你很深疏啊 你没有名气 没有人知道你啊 他说你讲经啊 心理上要有个准备 我是怎样的 这香港天津的风气啊 不新生 一般都是什么呢 第一天 人会来得多一点 来看看 最后一天圆满 大家来捧捧场 当中没有人来 他说你也知道 可能一个天众都没有 我是这个 没关系 没有天众 有坐一板凳摆在那里 就行了 我说我们是学讲经啊 练习啊 那我们也不是什么 大法师 有名的法师 真的真行 那这就没有问题了 我说我不在乎听众多少 那么到第二天 开始讲经 真的 讲堂的时候来人满满的 他那个讲堂很小 美好大 一百多人就集满了 如果来一百五十人 是他连楼梯口的时候 门口都站满人 那郑江人几人 小圆凳子挨着 椅子不能放 发运很深 常怀法师也很欢喜 到第二天人还是这么多 一整两个月的时候 都是这么多 常怀法师很开心 告诉我 他说法师你的发运很殊胜 从今老胡上到郑江金 都没有 都没有这么 这么好的发运 那我也没想到 这个经 真是刚刚讲完一遍 加清就熟 所以晚上讲经 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翻译 翻广东话了 那以后到南唐道呢 听众要求不要翻译了 他们能听得懂我的话 连续听两个月就能听懂 我慢慢我也能听懂他的话 我不会讲 他也能听懂我的话 他也不会讲 我们过人讲过人的彼此能沟通 白天呢 这些居士们非常热心 带我去观光 去旅游 去香港拐拐拐拐的地方 你们住香港人都没去过的 我通通的去玩过 四个月的时间 每天白天没有事情 带我去玩 所以我对于 港九这些地方 很舒服 都去过 这就是 开始学讲经 一定是以学生的心态 不要以私心自主 一定要清虚 要恭敬 每一个听众都是老师 你不能把他看作学生 不可以把他看作信徒 那你就错了 诚诚恳恳定 请大家批评之教 真点概括 我们才会有进步 我给诸位同学说 我将近前面三十年 都是抱这个态度 一直到现在 还是这个态度 我都是做自己 修学的心得报告 哪里说敢讲经 我没有 我没有正得出诸位 沉沙见死无名 没断尽 别说没断尽 说实实在在的话 一瓶都没断尽 我这一身的成就 充其量 到最高的成就了 就是 智哲大师讲的 语言无品味而已 这是我一身努力 自己有一点把握 可以能达到这个境界 再往上去 那就要断尽活了 断尽活 就是原初诸 这个初性为了 很不容易 真正修行正果 那要到极乐世界 不到极乐世界 在这个世界 我们这一身 这是无世界来的习气 很不容易断掉 这一点 我们自己 特别是学奖金的同学 无论在家出家 要谦虚 要明了 所以古德常讲 人贵自知之民 自己要了解自己 不可以太过分 所以人最难得的 守本分 由自知之民 能守本分 我们对于 释出世间的四里 大成佛法 真的是 只懂得一点皮毛 谈不上深度 谈不上深度 佛菩萨 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很认真 努力在做 也只做到几分之几而已 比如三规五界 是这样 六度四十 谱贤十月 我给自己打分数 能打多少分 大概四十分 五十分 没讲 只能到这个程度 当然 我还是天天在努力 在提神 那么就这一点点 要在古大德的面前 我们连做学生的资格都没有 勉勉强强的 做个旁听神 为大众服务 在这个道场里面 做义工打杂 主师大的学生 没分 充其量 盼听 那么今天 我还受许许多人的尊敬 非常惭愧 使我们想到 在这个时代 修行人 没有了 就是我这样修行 四五十分的人 已经就很少了 我们为整个时代 我们为整个时代被爱 也给自己 警测了 希望自己 在他学生 在学生之年 还要大幅度的向上提神 才能报佛恩 才能报众生恩 怎么可以傲慢 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年轻人 学了一点点佛法 实在说他比我比不上 但是他的企业 那个威德 那个傲慢 那比我高得太多了 这个现象不好 这个现象说明 他很难成就 真正有成就的人 都是在谦虚 真诚 恭敬当中求他 真正学佛 一定要从放下 下手 世出世间法 都要放下 你才能一门深入 常时训修 你在佛法里头 才能咋干呢 我26岁才修佛了 深深感觉的太迟了 如果能早十年 如果能早十年 那就不一样了 这是个人 十戒英语 不相同 26岁才遇到 好在 这是过去 有这么一点 善根 认识之后 如获至宝 这是我 促舍的时候 状况 对于这门东西 非常喜爱 到寺庙去 借金书看 虽然看不懂 但是 有兴趣 兴趣不衰 行其驾驶 找这些善知识 请教 看到经论里头 疑惑的地方 就问了 去请教 那么这个是 归功于 好许 所以 这首记 我们得学习 在今天讲 抓住英语 认真 学练习 不能够在讲台上 学习 你就不会成就 李老师 从前教我们 最重要的 要能跟人界 善于 为什么呢 希望人家 请你去讲 这个 到哪里 到他家里 他家里小客厅 三个五个同修 十个八个 就很多了 挺重 一个星期 一次 或者是两次 最好是一次 不妨碍人家家庭 或者是每个星期一 或者每个星期二 一个星期四 定上时间 讲一步 谁一定跟人家 缘好 人家会请你 在你家地 不仅讲完了 那一个听众同修 下一次 讲完了 到我家里去讲 你才有地方 练习 要不然都拿去 跟护法 借人 跟听证 借人 老师教我们 是教得很周到 我们到人家的佛堂 不管是寺庙 或者居士们的佛堂 见到佛 我们都拜三拜 我们拜三拜 在许愿 第一拜 我给这个道场 常住有缘 借缘 第二拜 我给这个道场 住持 借缘 主人 希望他将来 能请我 第三拜 我给这个道场 信徒们借缘 我有听众 我们到人家道场 大殿上礼佛三拜 人家也三拜 我们的心愿不一样 这李老师教的 一定发言才会处胜 真有效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不懂这个 你们有这个心 你们有这个诚意 所以初学的时候 哪里有钱 哪里就去 就是 奖金这个机会 绝不放过 天天在讲台上 以后我得到 这个韩广长的护制 他护制我三十年了 我所要的 天天让我有讲台练习 奖金的机会 其他的我也可以不要 通通通放下 这是早年 跟我的 这些同学们 你们都亲眼看到的 很可惜 你们没有学到 你们看到 你们没学会 要是 为什么 这个世界 红发的人越来越少了 休闲 红发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要放下明文立扬 我常讲这十六个字 自私自明文立扬 五一六成 贪嗔之慢 这个要放不下 没法子 不但 障碍你红发了 障碍你修行 障碍你开悟 所以这十六个字要知道 这十六个字 是我们出甲 修行 红发的大病 大毛病 大障碍 你要不放下 你怎么能成就 放下 你有大成就 你的大利益 你真正能成就 大功德 那个成就 绝对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 你所想的是 眼前一点明文立扬 眼前这一点明文立扬 说到实话 还是你命中有的 你用心不善 用心不善 打折扣 天天窥这 年年窥这 本来这个明文立扬 你可以能够活到一百岁的 想一百年的 结果怎么样呢 五十六十 一直走了 享尽了 没修啊 齐心动念 一切造作 是罪业 没有修功德 不但功德没修 甚至于福德都没修 齐心动念 所作所为 正福 也是这个事情 多么可怕 事出事发 凡是成功的人 没有别的 他认识机会 他抓住机会 这个太难得了 所以他成功了 一般人不能成就说 机会在面 不认识 没抓住 错过之后 后悔莫及 有人提醒 耶稣 祸 为什么呢 名利 把他冲掉了 人家提醒 那真是一念光明 有道理 名利先前 忘掉了 敌不过 明文里 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真是佛经上讲的 菩萨最大的障碍 疑惑 你看这个烦恼 贪嗔痴慢 下的就是义 今天 总让我们对 佛菩萨不宜 我们对经教不宜 我们对善知识怀疑 这要命 说善知识故 这不是我们说 不是我们学生 别人 别人在我们面前 说老师的故事 我们听了之后怎么样 疑心暖而起来了 信心动摇了 对善知识 那个尊敬的态度 降温了 到最后呢 学期了 谁吃亏 自己吃亏 只有坚定不移的人 他成功了 这个道理 不能不同 我自己的经历 都可以给诸位 只参考 我亲近三个老师 三个善知识 又问人回报 读得很 方 回报方 东北先生 是哪些人 老乡 方先生 同城人 距离我的老家 用现在 这个距离来说 大概三十公里 这么近啊 我们同乡 那在台湾的 我们同乡不少 我跟他老人家 学 所以就有很多人呢 说 他在家乡 所犯很多很多故事 那我听了之后 如果我们是 学期了 不学了 那这一生就完了 我听了之后呢 我们遵守 古代的教会 人纵然有过失 那是他以前的过失 他现在没有过失 我又会不会管他以前的呢 这个要知道 常常念着别人过失 这心底不够厚道了 你已经确得了 你还能有成就吗 别人在我面前说 有意无意的 这叫两时 调拨尽力 破坏 这个私生的感情啊 对他未必有利 说说而已 我们如果听了 要什么有智慧 肯定就上当了 那么再想想的 这些说话的人 并不常常 跟老师在一起 我是每个星期 都跟他接命的 我有很多问题 请教他都能够 给我解答 真一向之事 我们不能上人当 我跟张家大使 还有出家 真的是 有身份 有德望 受人尊敬的法师 来跟我说 张家 正值后尚 你怎么跟他学 那不是普通出家人 他说这个话 他也没有亲近过张家大使 不要 人运运运运运ה 那我们是真正亲近 大使的德性 我们非常涼眸 大使的威异 我们从来没见到过 李老师我亲见的时候 回报的人很多 种种回报 这个事情李老师告诉过我 为什么呢 他怕我听到之后退心 他知道有人在我面前回报他 我不会听 我不会接受 我还是根顶老师一教奉献 一点都不怀疑 才能在佛门里头砸下根 才会有进步 对装四季 以后我们读华严经 读四诗华严 清明大使 在苏朝里头 讲得好啊 善才通知出来参修 文书菩萨就教他 不能够见善知识的故事 不能够见善知识的故事 即使善知识真的有故事 我们不学了 我们不学他的故事 我们学他的道法 他有道 他有法 我跟他学这个 故事我不跟他学 这就成功了 这是讲的 善知识真的是有故事 我们都要用正心态 我要说他善 我不说他不善 只要他有东西跟我说 那我就死心塌地 老老实实跟他学 决定是尊私忠道 你在学的东西 印族常讲啊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 对老师不能不敬 不敬得不到利益 又活跨 善知识里面呢 有权有识啊 他对于某一类的 某一类的一些 这个根性众生 他的教授方法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有故事了 其实不是的 那一种根性的人 必须要用那一种方法 他才能得到 善巧方便的 把善知识善巧方便 看到故事 你无知啊 所以清阳大师在最后说的时候 你亲近这些善知识 群世难分 也许他是佛菩萨印化来的 你不认识啊 你不认识啊 他借因不同根性的众生 他有不同的方式 有不同的方法 那是善巧方便 戒律这头 条条戒律这头 有开源啊 你不能受到破戒 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懂得 你才不生疑惑 你才会真正有成就啊 我有一个老朋友 前年过世 也是小同乡 他这个故事 我曾经说过几次 在抗日战争当中 他是我们国家的特务工作人员 在日本占领区里面合同 被日本人发现了 日本先兵队发现了 南京的 他们三个人 他们是代理的部下 被发现了 日本先兵队 抓他们三个人 他们一直逃 逃到南京的 渝化台 中华门外 有一个寺庙 逃到寺庙 见老活人 求老活人救他 老活人很聪明 立刻把他剃头 剃了头之后 他穿上海青 那正在那里念佛 就钻到念佛队伍里面 就让佛去了 日本先兵队来 包围这个寺庙 怎么查 没查到 走了 这三个人救了 这三个人救了 对这个老活人救命之恩 念念佛 日本投降之后 他们又回到南京 想起这个老活人 不恩 三个人 办了一桌 救席 供养老活人 把老活人 进来了 老活人也非常欢喜 想到那个时候 救命 老活人真是有智慧 所以日本人 他对佛教很好 这个国家是佛教的国家 结果老活人一来之后 他们才发现 一桌是荤菜 有酒有肉 这一下搞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老活人怎么样 从头上 没关系 来大家坐 一起吃 吃得很高兴 这三个人老活上 真的了不起 这不是破戒 是开戒 为什么呢 他不是有心的 他没想到 这一个举动 把三个人制服了 那么像这些 要背到这些 这个佛教徒看到 哎呀 这些老活人在那里 又吃肉 又喝酒 这成什么话了 那必须造很多回报了 这就是 在什么场合 度什么样的众生 用什么样的方法 善调方便 这些都是军方公务人员的 平常他们都不接触佛教的 有这个机缘 给一个很好的佛教形象 给他 阿赖耶士里头 中了佛的种子 说不定这个种子 在这一生就开发结果 像这种情形 真正的高僧大德 都有这个智慧 而且这个事情 在日常生活当中 确实会遇到 你不能够通权大悲 不能够灵活的来应用 你就写起了机会 借淫众生的机会 这个重要 在这个场合 把佛法介绍给大家的时候 这是无量功德 不要拘束这些小吉 当然出家人 素食养天习惯 在这个时候 肉边菜而已 毫不介意 要懂得 这个诗 《华言经上文殊菩萨教善才懂词》 你出去参访 善知识的表现 确确实实 善巧方便 自在无碍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才真正能够 不经善知识之故 你能够看到 善知识的智慧 看到善知识的灵活运用 怎样把佛教介绍给广大的群众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 好 谢谢观看